鼠蛇人2024年事业运势及运程详解如何?鼠蛇、鼠蛇运势、事业运势、生肖运势中,鼠蛇人2024年事业运势及运程怎么样?鼠蛇人通情达理,有慈悲心、个性沉静,善于照顾别人。不过,他们通常有着较高的生活质量,他们占有欲很强。 从本性上讲,鼠蛇人疑心大,但是非常能够藏得住秘密。2024年,鼠蛇的朋友在事业上既会遇到挫折,也会有机遇。 有些人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瓶颈,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突破自己的局限。而在吉星三太的推广和帮助下,今年遇到贵人的概率也非常高。 在这一年里,会很容易得到女性长辈的帮助。如果鼠蛇人的老板是女性,那么鼠蛇人的职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 如果鼠蛇人得到老板的青睐,鼠蛇人会被分配到一些重要的任务,让鼠蛇人发挥自己的才能。 如果工作上有问题,鼠蛇人的女同事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鼠蛇人,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。 鼠蛇人懂得把握机会,也许就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,尤其是对于1989年和1977年出生的鼠蛇人来说,2024年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。 只要鼠蛇人抓住机会,好好表现,大多数人都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 不过,虽然取得的成绩比较令人满意,但也要保持低调,切不可鞠躬自傲。 如果鼠蛇人表现得过于高调,难免会从高处摔下来,这对鼠蛇人的职业发展极为不利。 鼠蛇的人要注意这一点,时刻保持谦虚严谨的工作作风,这样才能拥有更多的机会。 中国人有一个很吉祥的事,和蛇有关,民间说鼠蛇的和鼠兔的要结婚了,大家高兴,这叫蛇盘兔,必定付,这是好事将来日子会过的红红火火。 鼠蛇的朋友,可以看看自己身边鼠兔的朋友,不过,这是从哪儿来的呢? 我们知道,兔子在神话当中象征着月亮。 蛇盘兔是什么意思呢? 蛇身体是圆的,围成一个环把兔盘在中间,这个圆像征着月亮,而那玉兔在月亮里,这还不够圆满吗? 所以,蛇盘兔取的是这个意思。 可是在中国民间,像这样说蛇好话的实在是太少。 而且,不光是在中国,西方也是这样。 打开,圣经,亚当,夏娃在伊甸国里待得好好的,有一条蛇窜多他俩把禁锅吃了。 吃下之后,亚当,夏娃就犯了禁忌,被上帝撵出伊甸园。 当然有人说了,没有蛇窜多,人类就不会诞生。 但不管怎么说,蛇一般是一个阴险狡诈,禁缠言的负面形象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报应守恒定律,触犯了这四个大忌,鼠蛇人再有钱,也再劫难逃。 在物理学中,有一个物质守恒定律,物质是不会消失,也不会产生的,只能由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。 既然物质是守恒的,那人世间的一切,也都是守恒的。 比如说,因果是守恒的,缘分是守恒的,就连报应也是守恒的。 报应跟因果,存在必然的联系。 种下了善因,就有可能接出善果,让当事人收获到善报。 种下了恶因,就会接出恶果,让当事人收获到恶报。 善恶报应,虽然我们看不见,也摸不着,但它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。 所谓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就是这个道理。 有些人觉得,只要我有钱有势,成为精英,就一定可以躲避报应。 其实,他们都错了。 在命运之神面前,任何人都显得渺小不堪。 人,不幸犯了这四个大忌,再有钱也再劫难逃。 一,家庭中,上梁不挣,必然下梁歪。 有一个爆发户,四十岁左右,突然间赚了不少钱,可把他高兴坏了。 所以,他就带两个儿子去各种奢华享受的场所。 过了十年,两儿子大专毕业后,就流连于酒吧和夜总会当中,玩得特别混乱。 不久,大儿子玩到患病了,二儿子也被杀猪盘,骗了不少钱。 身为父亲,他就教育孩子,都二十多岁了,该收心养性,想想怎么赚钱,怎么好好过日子了。 没想到,两儿子跟父亲对着干,还拳脚相向。 他不理解,怎么孩子会这么坏呢? 其实,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 有钱了,就带年幼的孩子去花天酒地,孩子从小就学坏了,他不就是罪魁祸首了吗? 千万不要觉得,只要我有钱了,就能放纵自己,以及放纵孩子。 上粮不挣,迟早会下粮外。 越是有钱,越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孩子。 父母做得好,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父母做得不好,孩子早晚会走向不归路。 二,不可一世,墓中无人,迟早倒霉。 村口有两姐妹,姐姐嫁给了一个很朴实的男人,她自己也很安分,全家安稳。 妹妹调上了一个富二代,愈发骄横跋扈起来。 有一次,姐姐夫妻俩开着十来万的小车回家,还提着大包小包给父母。 而妹妹夫妻俩开着豪车进村,下车后,她还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 身为丈夫的富二代,隐约听到邻里乡亲在讨论,说她的妻子攀上了高枝就变了, 觉得有钱就了不起,还想管父母和姐姐的家事,没有金刚钻,却想懒此气活。 她愈发觉得妻子愚蠢,上不得台面,后来干脆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,直接让她留守空房,连钱都不给她花了。 被丈夫灌了好几年的她,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,就毅然跟丈夫离婚。 如今,她净身出户,啥都没有,比姐姐一家惨多了。 所谓千则成,傲则败就是这个道理。 这一刻有多不可一世,目中无人,下一刻就有多凄凉悲惨,落寞不堪。 生活的反差,超乎人之想象。 三,贪心到了极致,会逐渐反贫。 越是有所经历,越是赞同这么一句话,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。 你是中产,那你过中产的日子就好。 他是低产,那他过低产的日子就行了,又何必羡慕别人,嫉妒别人,怨恨别人呢? 有一个预言故事。 渔夫救了一条小金鱼,小金鱼为了报恩,就跟他说,自己可以满足他三个合理的愿望。 对此,渔夫就跑回家,跟老伴商量。 第一次,老伴说要一个新的洗脸盘,金鱼满足了他的愿望。 第二次,老伴说要一栋新的房子,以及服侍他的佣人,金鱼有点为难,但还是满足了他的心愿。 到了第三次,老伴说要让金鱼永远成为他的奴隶,金鱼立马收走了给他的一切,让他重新成为了穷人,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自己是什么人,就该过什么日子? 当你欲望滔天,还不满足,我想,哪怕你赚到了大钱,也很快会失去因为贪字的个贫。 四,德行配不上所拥有的一切,会在劫难逃。 汉武帝在位期间,有一位靠关系上位的将军,名为李广丽。 李广丽毫无才华和本事,却想一鸣惊人。 所以,他率领十多万大军攻打匈奴,竟然遇到了对手,损兵折将,但汉武帝还是原谅了他。 后来,李广丽愈发不知足,还跟宰相狼狈为奸,想要谋取军位,推仓一网流破上位。 结果就是,宰相被腰斩,李广丽战败投降匈奴,次年被魏律所杀。 从古至今,像李广丽这般毫无自知之明,得不配位的人,那是数不胜数的。 而这些人,多半都没有好下场。 原因很简单,德性配不上所拥有的一切,那这一切就会反噬当事人。 当下有多幸运,未来就有多不幸。 德性不够,就该修德。 实在不行,就不要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一切。 否则,在劫难逃。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